台北时间8月3号17点30分 随着佩洛西一行在台北松山机上 登上美国空军专机 宣靠着此趟可谓是世人皆知的 佩洛西访台之行结束 虽说这趟访问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但是给中美台三方带来的影响 恐怕不会那么快就消散 今天咱们就来回顾一下佩洛西的访台 看看给中美台三方关系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与改变 与此同时给他自己带来的是 凤冠侠佩还是一地鸡毛呢 说起这次的窜访 可能最大甚至唯一的赢家 就是主导这一切的佩洛西本人 当大家听到他一意孤行 只身前往台湾访问时 不禁都会发问 为什么非要来 难道真的是为了帮助台湾 实现他口中的民主与自由 82岁高龄的他 恐怕就算有心也无力了吧 那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11月 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选票 早在今年5月28号 82岁高龄的保罗·佩洛西 驾驶一辆保时捷 试图穿过纳帕县一条周道市 与一辆吉普车相撞 警方对其血样分析发现 酒精含量为0.082% 第二天早上 再缴纳了5000美元的保时金后 保罗获释 而这位保罗·佩洛西 正是南希·佩洛西的丈夫 一时间这个宠闻传遍全美 让南希在众议院的权威 那是大打折扣 或不担心 车祸没几天 保罗·佩洛西又传来 靠着自己老婆在国会 弄来的内部消息 炒股发家 直到身价过异 这更让一向强势的南希 直不起腰杆 加之 拜登的支持率 现在基本已经创下史低 这就意味着 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在 中期选举后 失去参众两院 至少一个的控制选 失去众议院的概率明显更高 也就是说 会直接影响到 身为众议院议长的 洛佩西本人的政治利益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尴尬时刻 佩洛西就筹划了 这次的台湾巡演 来为自己争取留任的可能性 试想 一边是抗衡 共和党的冷嘲热讽 一边是顶住 中国的强大威慑力 不得不说 佩洛西自打落地台湾那一刻 就成为了面子上的最大赢家 先如今这套王炸已然甩出 到底能不能帮助他赢得选举呢 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接下来 我们看被佩洛西踩在脚下 当舞台的台湾 自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的那一刻 中国政府就明确将会采取 强有力且必要的措施 坚决反制 纽约时报曾报道说 中国军方不会与美国直接冲突 但最大的报复 就会发生在佩洛西离台之后 很显然 来自中国政府的反制已经展开 军事层面 中国解放军已经发布了未来数日 在台湾岛周围进行实弹军演的计划 台湾军方表示 这样的军演形同海空封锁台湾 这还没完 来自经济贸易的制裁 可能更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普通民众 当地时间8月3号清晨 佩洛西离台的飞机还未起飞 中国就宣布禁止台湾 柑橘类 白带鱼和猪家鱼输入大陆 这将导致台湾8亿产值被腰斩 与此同时 中国决定暂停天然沙的对台出口 要知道 台湾地区天然沙进口量的90%以上 可能来自大陆 这势必会对台湾的建筑市场 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据了解 不出意外 还有更多的制裁在路上 而台湾方面 从佩洛西那里得到了什么呢 数小编才出学浅 实在是想不出 恐怕只有台湾部分政党 与部分网民的多巴胺加速分泌吧 接下来咱们看看美国 自佩洛西访台的行程被透露后 来自白宫的声音 一直就被所有人关注 很显然 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 并不能直接出手阻拦 因为佩洛西代表的是国会众议院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 本就不受拜登的指挥与领导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 公然与自己的同僚唱反调 也不可取 于是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 就曾对媒体表示 是的 佩洛西有权访问台湾 但他同时强调 这趟访问没有侵犯中国主权 或抵触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 很显然 佩洛西突然窜访 打乱了白宫原定的对台计划 是的 台湾一直是中美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佩洛西作为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 他的访问 很显然让拜登政府感觉发力过度了 这样 美国外交部很难对中方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 无形间在未来的外交对抗中 落入了一丝被动 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 史伯利格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惠梅林博士所说 无论是佩洛西访问台湾 还是拜登总统做出美国必然保护台湾的言论 这些政治操作都是毫无帮助 这样只会惹怒北京 把道德高地让给他们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 佩洛西的执意访台 不可否认的是 让中国政府颜面尽失 洋洋大国终究没有拦下一个老太婆 一时间 中国的舆论场挤尽失控 失望 讽刺 乃至头脑发热的宣战声 充斥着社交媒体 曾几何时 北京的针对台湾的计划 都涉及一个词 接触 比如大陆的年轻人 在台湾背包旅行 台湾的企业出现在大陆各地 然而现如今 更多的一个词 出现在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话中 那就是武统 那本次佩洛西事件后 恐怕更会加速这个进程的实施吧 纵观整场佩洛西出台记 可以说是一方得益 三方受损 这就显然证明了他为一己之私 丝毫不顾大局的丑陋真相 别说统领美国众议院 就连作为一个82岁的老太太 恐怕这辈子就没有活明白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